成立25年的花莲县志强国中射箭队 在县政府还有师生、家长多方面支持下 历年来都有优秀的成绩表现 这次在109年青年杯射箭锦标赛中 志强国中一举设下了团体金牌、个人铜牌 表现相当杰出亮丽 今天透过镜头带大家看看这些小选手们 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 109年青年杯射箭锦标赛 3月10号期一年展开16天赛程 各县市的射箭好手齐聚着花莲的玉礼 国中组赛程不巧一连四天都是英语绵绵 考验着选手的实力和耐力 而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 在艰困的竞赛过程中 一举设下了团体金牌还有个人铜牌 让同学们感到无比成就 我们拿到团体排名跟对抗赛的第一名 然后我的个人排名第四名 还有单局第三 你为什么会喜欢射箭 之前是国小的时候是看格在射箭 然后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他一直拉我进来 然后我就进来看 就觉得还不错玩 你觉得他有什么困难度或技巧 或者是说你天生就是适合这个设计 就是比赛的时候 刚开始还不熟悉的时候 就常常会打到手 对然后就会受伤 然后比赛的时候 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成绩都会升不好 然后升不好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 就是平常动作要练习 然后心理上也是就要学着抗压 就是团体排名跟对抗赛都第一名 然后个人的排名 双局第三 单局第四 然后对抗赛第三 你为什么会喜欢射箭 就是之前有过来这边看一下 射箭怎样 然后我觉得很帅 可以放箭 因为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或是你觉得要克服的东西是什么 在比赛的时候 要让自己的心情 可以适当的调适 然后挫折 就是之前有曾经三四次比赛 就一直卡在16枪 然后没办法进步 然后就是这次是有教练带我 然后有提醒我怎么做 然后才可以第三名 指导教练彭伟廷表示 射箭对上的孩子们 因为接触而热爱这项运动 坚持自己梦想和目标 学校也陪伴着孩子们 一步一步来打诊 目前亚奥运 近十年的发展都不错 那射箭项目其实在 国际上得牌的几率很高 所以其实这几年 全国参与射箭的人数也是蛮多的 对那现在国内也有那个职业队 射箭的职业队 其实全国家都还蛮支持射箭运动的 首先很感谢那个花莲县政府 就是其实他们给我们的资源很多 像是软硬体设备啊 对就是我们的需求 因为他都可以帮助我们这样 对也提供我们体育班的孩子们 有很无忧的训练消耗器材 射箭队的选手足了一般课业 每天还必须要花两个半小时做练习 假日更是全天苦练 虽然辛苦 不过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自信表情 还有满足的笑容 自强国中也欢迎喜欢射箭的孩子们 一起加入自强国中体育班的行列 居旅会欢迎视报道